燙燙這樣 這樣也沒有啦 這樣也沒有啦 這樣也很大 這樣也很大 它這個比較慢 我這個比較早 我這個比較早 你看看 我們不是只有農友會遇到 栗子村巷的問題 而是包括了我們一般的民眾 學生 甚至小朋友 都有可能會受到一些栗子村巷 它噴出來的臭意的危害 它的臭意直接噴到皮膚上 它比較幼嫩的部分 大概就會產生水泡 栗子村巷除了會吸食植物嫩芽 嚴重時會導致果樹無可修成 因此我們找來 台中農業改良廠 作物環境課的魚翼之博士 全部武裝的 帶我們來找栗子村巷 因為時間進入11月 又到了栗子村巷成蟲月冬期 彰化縣政府提出抓蟲賞金計劃 從11月1號到12月20號為止 縣府將以每公斤1000元 收購栗子村巷成蟲 但是到底要怎麼抓栗子村巷 你就買一隻很便宜的魚網 那便宜沒關係 但是呢一定希望它的這個網框呢 能夠越大越好 在大魚網上面加上大塑膠袋 用長尾夾夾號就要開始抓蟲 因為荔枝村巷它有個習性 就是它受到震動的時候 它會害怕夾死 夾死的時候它就會把它腳鬆開 然後掉下來 那如果你的網框夠大的話呢 你可以把整個植株套住 那如果不夠的話呢 我們就在下面承接就可以了 然後呢我們用這個棒 我們的棍子呢 去做敲擊 那經過敲擊之後呢 理論上這個村巷呢 就會掉到我們的袋子裡面 那我們現在這邊有一隻很長的商品桿 那我們就撈 比較接近上層的地方 那因為這個時候我們就沒辦法晃動 我們就只能用這樣子震動的方式 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實網袋裡面 現在已經是有村巷掉下來了 荔枝村巷是棲息在無患子科植物 包含荔枝、龍眼、無患子、台灣卵樹等 四種常見的植物都會看到荔枝村巷 仔細看荔枝村巷白色的部分 有一個黑色的孔洞 這裡就是臭線開孔 也就是一般我們看到荔枝村巷 噴腐蝕性液體的地方 荔枝村巷是每年三四月交尾產卵 三月到八月是弱蟲期 十月到十一月是新陳蟲出現 因此在每個季節都有不同的防治方法 尤其春天是荔枝村巷交配期 在這個季節之前 如果可以先做前期防治以及抓蟲 對於交配期的防治相當有幫助 其實荔枝村巷它的防治最重要 我們還是要靠著化學藥劑去做防治 那像在農地的話 我們就要用推薦的農藥來去做防治 那為什麼我們常常都強調說 要在越冬之後去噴藥 其實有個原因也是 因為它在越冬之後 它負面的荔枝會開始掉落 那這個時候其實藥劑的穿透力跟效果也會比較好 那這越冬層從沙死之後呢 到三四月它們要開始交配 或者是產卵的時候 其實你那個數量已經大幅的降低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搭配說一些物理的防治方式 或者是說有一些特定的區域 你可以去釋放一些貧富小風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才能達到一個整合性 一個管理的一個效果 如果你是專業的荔枝龍眼的農友呢 我們會強烈的建議你 可以去進行你的樹式的矮化 因為你的樹形越 你的樹式 你的樹越矮 你在噴藥的時候是越方便 荔枝村巷屬於農業以及環境害蟲 不僅對荔枝龍眼有影響 更重要的是 對於人體健康更是有危害 因此除了要從源頭防範之外 平常的居家防治 也是社會大眾應該要了解關心